我前一阵子铺那个草坪 用钉子往下锤的时候 把我们家那个 啊 带这边 带这边 把那个管道好像 那个管子给锤 那个钉子钉下去的时候 扎到管子上去了 它就有点往外露 然后我现在工作人员过来修 我老公说大概要人民币2000多一点 哎呀真的是心疼啊 嗯 嗯 どこが穴があったの? 嗯 今ちょっとね この辺だとは思うんだけど 啊 この辺だ 嗯 吐いてるわ 他给人家说说我说打字 あれ どこ? 啊 やっぱり 啊 わかりました 果然是我看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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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啊 没那么贵 他说那个洞眼也比较小 嗯 就是这个东西 我插下去的时候 插到那个管子上去了 拜拜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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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爷爷也来了 都回来了 都回来了 好嘞 好嘞 妈妈 行 妈妈 妈妈 跑 bueno ちょうど かいと おかえり これポイとほー ん 本来 ほー хいろくん ちげん おかえり ひろくん ま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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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ゆきらくん もう一気分しつつのが ききらくん みせえや おかえり ひろこれも 我们也回家了 他发现爷爷走了 ヒロ 回家了 过来 走吧 爷爷回家了 房间很漂亮 谢谢 这个二个购买 ヒロ どうした 靴脱了 这边来 这边来 ガス的修理 心痛 しょうがない 二万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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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 日本人経費と 物価 本当に高い 高い 手もらっただけでも かなりお金がかかっちゃう 本当に ヒロ ママ心痛い 伤害 意外 他跟哥哥一起玩了 哎呀呀呀 哦小孩 哥哥 小心不要掉下来了 那你再看20分钟就睡觉了 妈妈爱你 好了 妈妈带你下去了 你在这里吵到哥哥看书了 什么东西 你在这里打扰哥哥看书 你就下来吧 在上面打扰哥哥看书 什么表情 什么表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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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周日嘉评的亚亚 前几天天然气公司来我家做定期检查 发现我家那个天然气出现了异常情况 当时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就跟我说 第二天会安排检修的专业人员来查看维修 说如果是机器的问题的话 那可以免费维修的 第二天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呢 就进行查看了 跟我老公说是管子漏气了 被我钉草钉的那个钉子给炸后的 需要换那个管子 当我知道是我的失误造成的以后呢 想到维修又要一笔费用 感觉好肉疼啊 因为日本这边维修东西的人工费用是很贵的 想着这下一两千人民币是肯定跑不掉了 我得买多少半价肉才能把这个损失给省回来 有一次我把马桶水箱里的一个大扣给掉下来了 然后马桶就一直出水 但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打电话给那个维修人员了 他来看了一下 说是大扣掉了 就帮我弄了一下 十几秒就弄好了 没有换任何的零部件维修什么的 我以为估计没多少钱 史迪道他跟我说了8500日元 500多人民币 当时我就感觉哇日本的人工费真的是好贵啊 那在日本呢一般小家店什么都坏了啊 大家基本上都是直接买新的 不太会去维修 因为人工费太贵 有一次我们家买了一个烤箱不到两个星期 就被我家老二把烤箱里面的那个灯给弄坏了 那本来呢我是想着去拿去修一下 但我老公说修的那个钱都够买一个新的了 所以呢就没有修直接又买了一个新的烤箱 都说日本收入高 但日本的物价人工费啊 也都是真的贵 尤其是蔬菜水果特别贵 那几个小番茄呢就要二十几块钱 那韭菜呢一把也就只有十几根 十多块人民币 呃一个大点的西瓜啊 就是200多块钱 都是很正常的 那两个苹果十几块钱 呃五公斤的大米 一百多人民币 我刚来的时候啊 就是吃蔬菜啊 我都一点舍不得的 西瓜也是很少买 那回国了以后呢 我就会狂吃水果 日本这边的交通也很贵 我来日本六年半只打过一次车 那次呢是送我儿子去医院去打针 不认识路 感觉麻烦就打车了 加上堵车一共是十分钟左右 一百块钱 那从那之后啊 我就再也没有打过车了 出门都是坐公交车 公交车一般四五站 单程差不多是十几块人民币 日本一般普通家庭收入 在四百到六百万日元左右 差不多就是 二十四到三十六万人民币一年 那因为物价高嘛 那扣掉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啊 加房贷车贷保险等等费用以后啊 普通家庭想一年有多少存款呢 也不太容易的 因为疫情 日本有些人下岗了现在 嗯没有了收入来源 生活都成了问题 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很后悔平时啊 就是大手大脚的花钱 没有存钱 到了关键时刻才知道啊 有存款是多么重要 现在每个月还房贷啊都成问题 我跟我老公呢 都属于呃喜欢存钱的人 没有存款的话 会让我们没有安全感 所以疫情呢 对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啊 是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也不会担心啊 没有钱还房贷啊 这些问题 钱是赚来的 也是攒来的 呃 这个世界呢 有很多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嗯 只有凭自己的本事 赚在手里的钱才靠得住 不要轻信你们超前消费的 这种毒气汤一定要理性消费 保管好财富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我是亚亚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